为什么 为什么 我每周训练八个小时 撸铁 骑车 跑步 为什么明明练得这么辛苦 但我却没有什么改变呢 难道 我就只能这样了吗 嗨 各位 我是健林两年但毫无训练痕迹的介绍 我对自己身材瓶颈的不满 就是来自于去年年底年中总结的时候 毫无训练痕迹 肩膀也没宽 屁股也没翘 这让我觉得我这一年 勤勤恳恳花在健身上的时间 难道就白费了吗 我这些努力就腹肢东流了吗 我身边喜欢运动健身的朋友还蛮多的 但有三位 是我的精神弹泵一般的存在 每次想到他们的时候 我就立刻不会偷懒出门去健身了 所以我决定去找他们聊一聊 取取经 一位是刚卸完货身材恢复超快的妈妈 Alex 一位是把自己从白幼瘦 改造成健美Pro的小水 一位是我每次去健身房总能碰见她 有着令人羡慕的肌肉痕迹的女生 曹大大 不知道我的精神弹泵们 他们会不会遇到运动时候的瓶颈期呢 他们又是怎么突破的呢 去年三月呢 Alex拥有了菜卷 但仅仅不到半年 他的一期夏季被一些穿搭 立刻就大秀身材 我当时都惊了 你生完孩子多久 你就开始运动了 就包括在家或者出去 马上 现在核心开始有感觉 对对对 才激发一下她 我是感觉就是从怀孕的时候 我没有保持特别强的运动量 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 你扔掉运动的习惯是很快的 因为惰性是天性 对 并没有说我不练了浑身难受 还是很快就接受 我不用练了这件事 我也肯定 我肯定有一个更喜欢的状态 但我从来都是 就喜欢那个状态 但是并没有给自己特别明确的 就是计划要怎么练成那样 好像呢 就是看到成果的时候 对我来说是一个意外的一个结果 宇宙给我还原了 现在我就是结合产后的这个 本来就是一个在变化很巨大的时候 我觉得已经就符合我自己的预期了 而且我也确实会比以前 比对自己更宽容了一些 我毕竟已经经历了这么多 然后我的身体还能给我这样的回报 它就很好完成了给它的任务 就会更爱自己的身体一些 有一天我在那家里面看另外一个女的 她练得很好 然后但是在其中有一项运动 就是要在那个跑道上面抱着跑 她没完成 就她到一半二次自己就溜下来了 那我比她强啊 我还不是别人跑得快 我都能坚持到后面 我都赶上去跑 然后我觉得那天我就感觉挺好 挺好 对对对对 就是我在面对我自己的羞耻感也好 然后我的好胜心也好 我在知道我自己会失败的时候 我依然敢去完成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就已经赢了 按照阿杰的理论来说啊 虽然我看不到训练痕迹 但是我这个努力去坚持运动这件事儿 就已经是成功本工了 说不定啊 我这份坚持某一天宇宙也能看到我 就给我回报了呢 你们说是不是 别看她名字叫小谁 她还真一点都不小 她真的是我身边 因为健身改变最大的一个人了 就从一个健身爱好者 变成了健美选手 我相信在这么大的改变过程中 她一定有很多个瓶颈 那她是怎么突破她们的呢 我是经过无数次的瓶颈 但是如果你每经历一次瓶颈 你突破过去了以后 你真的是又一次改变 女生特别容易有这种问题 因为我们的激素水平 而且我们的那个训练重量 都不会像男生似的 不停地往上加 我今年杯赛就特别不容易 一般到这个时候 你就会想我涂什么 我为什么要这样 当你坚持下去 然后你站在那个舞台 然后看到自己的那个状态的时候 你就觉得一切都值了 有一句话你一定要记住 叫心态放稳 训练放狠 肌肉不是一天练起来的 你不能说我练一个月 我就翘盆了 我练两个月 然后我就能肩翻出来了 或者不要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但是你在训练的时候 你一定要对自己很 你不要把自己当一个女人 不要让自己觉得一百二心跳 就已经很不错了 这种你知道吗 所有的天赋都不是最重要的 你先把努力做到位了 你先做到尽力而为 你才能走得更远 你如果把健身当成你的一种生活的一部分 你很喜欢它 你很热爱它的时候 你不会说是坚持 你只是在做自己喜欢一件事情而已 就像你吃饭一样 你不会说 我坚持吃饭了好几十年 就是这个道理 我觉得是在这个过程中 健身有帮我树立我自己的一个自信 我把自己的身体练得很美 然后我愿意就很开放地给所有人去展示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那种感觉让我就是感觉特别好 我懂了 按照小谁的说法 我就是对自己不够狠 我自己平时那个训练强度 那个心率 真的在她眼里充其量就是个热身 所以就是得听她的 不要心疼自己 不要把自己当女人 她是逃大的 每次我去健身房的时候都能遇到她 她的力量 她训练时候的专注度 以及她的勤奋度 都让我感叹 真的是比你优秀的人还比你努力 不知道她在运动上会不会有什么瓶颈呢 其实真的才接触健身的时候 那时候就完完全就小白一样的在那下练的时候 那个状态其实是最好的 就感觉是最本质的一个状态吧 之前有时候 有时候来健身房都有时候不知道练啥了 因为之前我之所以不把练腿的一些重量往上提 就是因为我怕自己这个股四嘛 想练也想练 但是又怕练得太粗壮了 自己的确还是在这个大环境下就觉得自己这个肌肉太明显的话 有一点点负担 已经自己也觉得太粗了 对于那种其实天生也很纤细很瘦的那种女生 也是的确很羡慕的 虽然说她们不是肌肉型的 自己再怎么瘦的时候也不是那种类型的 所以才导致我就觉得反正我天生不长那样 那我就练成这样的 最近就调整过来了 就是你自己开心就好 因为我觉得的确有时候把自己练猛 还是挺满足的 就会有一种愉悦感吧 可能就是那个多巴胺起的作用 反正有时候穿的比较少的时候 就反正别人都会过来赞美一句 你练得不错或者怎么练 那时候人就会觉得 对对对自己也会很开心 对别人夸奖 然后自己也会更加更加地想要去练这个东西 听完我的精神淡泵的说法呢 我就觉得其实我自己并没有做得很好 但我却在要求一个不低的回报 所以健身这件事就是我们要先付出100% 甚至120%的努力 那回报呢才会一点一点一点的回到你的身上 所以我就是觉得我除了要坚持健身以外 还要合理规划一下我的训练计划 显然现在这套是行不通的 那如果你要问我啊 你这一年你也没看到渲染痕迹 你是怎么做到坚持去健身呢 这件事我就非常非常的有话语权了 因为我就是一个买买买型选手 就是通过买买买来刺激自己 去不断的有新鲜感去健身 因为我觉得啊 穿着新的衣服去健身房真的感觉不一样 当然了呢 我也会做花样丰富简单好吃的高蛋白减脂餐 来合理安排我的一日三餐 以及我还会买很多那种高蛋白的零食啊 补剂啊作为自己训练之后的奖励 这些都会让我很有新鲜感 愿意坚持去健身 就虽然我一直说自己没有训练痕迹很苦恼 这么说就比较功利 因为以前我就是虚胖一个病秧子 隔三差五的就容易感冒 但是这两年来我真的感冒的次数 以及生病次数非常的少 这点上也是健身带给我的内在的训练痕迹 那希望我们在2021年的年末呢 都能够达成我们自己的训练目标 那如果你看完了这期呢 你get了如何能够没有训练痕迹的情况下 坚持去健身 或者我那三位精神弹棒能够给你一些sparkle的话 那希望你喜欢这期节目 记得一键三连哦 那我们就下期出发里见 拜拜